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5050公开了新的成员们 7月24号零点 所属公司Attract公开了五人组合5050的首次预告影片 该影片以成员Kina喊出 的声音开始 是韩国人玩捉迷藏的时候会说的话 随后影片中充满了Kina和其他成员们一起玩捉迷藏时的愉快笑声 以及4月成员抱住Kina并一起笑的画面 增添了对五人组合5050的期待 而因为在影片中能看到一点点新成员们的脸部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以影片中公开的成员形象 猜测几位成员应该就是曾经参加过 猎奇生生存节目的参赛者 目前在韩网被提到最多的三位 很可能是5050成员的人士 曾经参加选拔爱丽成员的生存节目 而UNIST担任主唱的03年生 同样是RUNIST出生的05年生 春年吻 最后就是曾经出演同样选秀节目 WICKED的06年生 这位尹哈朗本来有个45万订阅的YouTube频道 但是在今年1月删除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感觉纯真 少女感十足 清新可爱 希望能顺利发展 光看预告片就能感受到这里的代表有很好的眼光 之前的成员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福气都剃掉呢 哇 如果是这样的组合 那么成员选的真的太好了 疯了 感觉会成为超青春的实力派组合 我现在已经在到时候等待9月份了 人生如期局势多变 虽然说还未确定 但如果这样的话 反而会变得更好呢 所以说 当一个人遇到挫折的时候 不要太沮丧 继续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之后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就算结果不如自己的预期 最起码你努力过了 所以 对于5050预告片 以及很可能是成员的成员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前一阵子红遍华语圈的 晚安大小姐中的大小姐的年龄 被曝光了 请问大小姐的年龄是多少 大小姐 是52 啊 因为没有结婚 所以是大小姐 不过也有一谋论说 5韩文是5 2韩文是1 5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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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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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